哈哈哈哈 我是世界冠軍 妈妈 你是不是还没有睡醒 所以在说梦话 我现在真的是世界冠军啊 怎么可能 因为我都在使用 荣获世界冠军的 欧莱德咖啡因养法液啊 它能有效地活络头皮 深入提供法丝强健能量 你看 我现在是不是蓬蓬松松 乌黑滑舌呢 咖啡 那不是平常大人在喝的吗 是啊 养法液里最重要的成分 就是咖啡因哦 欧莱德用超音波萃取技术 特别从台湾原生咖啡豆的 咖啡壳里 萃取并保留了最多的活性成分 不但能有效活络头皮 提供法丝强健能量 也打造出了这瓶荣获 世界冠军的咖啡因养法液 好厉害哦 我也想用用看 小朋友还用不到咖啡因系列啦 现在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正在进行欧莱德的现实团购 妈妈可以买最适合小朋友使用的 胡公英洗目系列给你用 一样有听友独家的六九折哦 详情请见本期节目资讯栏 或我们家的睡前故事FB粉专 优惠指导月27号哦 欢迎收听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Podcast版我是小妹妈妈 我是小妹 上一集棒球少女小雷 就小妹演的小雷啊 逃离了老虎怪兽的魔掌 可是她接着就掉进了一个 奇怪的小地洞里了 最后她有没有办法 凭着自己的力量逃出去呢 我们快点来听故事吧 X寻宝探险队 台湾特辑 蒙虎魔球 下集 作者 李国泉 会者 太阳兵团 小角落文化发行 眼睛啊 就像天上的月亮 宝宝宝宝宝 我最爱的爸爸 有力强壮的皮膀 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陪我在梦里飞翔 我的屁股好痛哦 这鱼在哪里 对 对 她的屁股从上个礼拜 痛到这个礼拜 因为她是上个礼拜摔下去的 这个礼拜还在痛哦 哎呦 摔了一大跤耶 掉到地洞里的小雷一边 揉着摔成凉拌的屁股啊 一边想要看清楚 自己现在是掉到哪里去了 可是看不清楚的 因为这个洞啊 是一间地下密室 没有光源 整个黑漆漆的 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有了 我口袋里有火柴 那你知道什么是火柴吗 就是那个要涮涮涮涮 然后就会喷火 冒火就会有火 听起来像仙女棒 很像啊 缩小的仙女棒啊 就是头上红红的 然后细细的 卖火柴小女孩 对对对 卖火柴小女孩用的啊 细细的一根木头 那个古早时代啊 用火柴点火 那现在呢 搭动打火机了 所以现在可能小朋友 很难很难再看到火柴了 有机会看到的时候 爸爸妈妈可以 指给小朋友看 这个就是火柴 使用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啊 不要被烧到手了 它比较难用哦 小雷他们因为 原本是要跟朋友们 一起放烟火的嘛 所以他口袋里就 塞了一大包火柴啊 他赶快拿出了 他收藏的火柴 点了一根 随着火光被点燃 他大概就看出来了 这里也是一个 堆了非常多杂物的空间 可是等他正要看得 再清楚一点的时候 哎呀好烫啊 没错 火柴啊是撑不了太久的 那细细的短短的一根 十几秒就烧完了 小雷手上的火柴啊 也是这样很快就烧到底了 还把他的手烫了一下 我再点一根吧 也只能这样了 他就再点一根 不过他知道 只靠火柴微弱的火光 不但亮度非常的不够啊 火柴很小嘛 而且这盒火柴啊 也没几根 两下就会烧完了 他一定要找到一个 能够撑得更久的发光体 这里有个罐子 旁边还有一小款的棉绳 这决定是你们了 我觉得小妹声音怪怪的 你是不是在吃东西 在和西米露 他在和西米露 我就觉得奇怪 他讲话怎么好像嘴巴里有嚼东西啊 不好意思各位 我们录音的时候很随性啊 他吃吧 他还在长大啊 小雷呢 先点燃了棉绳的其中一端 确定那个棉绳有顺利的燃烧啊 有亮度了以后 他就把整把的棉绳 放进了一个罐子里 再把点燃的那一端啊 小心地挂在罐口 这样就很克难地 做出了一盏小照明灯了 这样就有光线了 我来找找看这里有没有出口 小雷仔细地观察一下 这个小山洞里面啊 除了堆了很多东西 其中一面墙边啊 还有另外一个门耶 那这个门啊 里头一看是向上的楼梯了 这次不是往下掉了啊 虽然有一点害怕 走上去会遇到 什么其他的危险啊 可是他一直待在地下 也不是办法嘛 总要看一看附近 有没有可以逃出去的地方啊 而且棉绳很快就会烧完的 烧完以后又是一片漆黑了 所以小雷就鼓起勇气 踏上了楼梯 咦 这里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嘛 楼梯的镜头连接的 是另外一间空空的密室 而且没什么东西啊 里面只有一个 比较可疑的 就是有一个台子 那个台面上呢 有一个像是小碗一样的凹槽 旁边还写了一段英文哦 Give me drink I die Give me food I grow 什么意思啊 Give me drink 我死 我死 Give me food 给我食物 我长大 我长大 给我喝的我就死 不能给他喝的 给他吃的 他就长大 怎么回事呢 不能喝水 只能吃东西 这是什么呀 小雷就糊涂了 他想这是谜语吗 不过他想到了 他现在手上拿着的 刚好就是跟那个水 相反的火啊 大家试试看好了 小雷抓起了棉绳 被点燃的那一端 就是火 放进了这个 像碗的东西里头 突然之间 轰的一声 台子上的碗状物体 吸收了火苗之后 像是得到了能量一样 哗的一下 吐出了一条 像箭一般炙热的火焰 火焰朝着正上方 直直地射出 直接喷在了山洞顶 小雷很害怕 他吓得的跌坐在地了 太可怕了嘛 怎么突然呼一下的 不过没有多久 那个呼上去的火 那条火箭 就把山洞顶烧出了 一个缺口了 而且从这个缺口当中 竟然掉下来了一条 由绳子边绑成的梯子 梯子的尽头 是另外一个入口 我答对谜题了吗 我真是个天才 这位天才啊 心情又兴奋又紧张 我要上去看看 小雷真的就爬上去了 要是我可能会很害怕 因为爬上去 头一探出去 如果一个怪兽 一口就把我的头吃掉 怎么办啊 你都不担心吗 不会 就像小妹说的 她已经六年级了 她很勇敢 不过才爬出了洞口 小雷就听到了 耳边传来了 呼呼呼的 风切声 哇这是什么 天哪 这里是一条 看不到镜头 又长又窄的走廊 在走廊的顶部 有好多从上面 悬挂下来的大镰刀 每个几步就有一把镰刀 像钟摆一样的左右晃动着 你必须要算准时机 一刀一刀的通过 才不会被切成碎片 我看我还是回到楼下好了 对啊 这里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游乐场 真的被切到了 有就没手没脚没头了 小雷很害怕 她就想回去 可是她又一想 她那个玩伴嘛 阿平和阿剑 现在还生死未卜呢 这是我的手下吗 对不对 不手下 玩伴 她的玩伴 还被怪兽抓着嘛 所以小雷 再这么害怕 都要鼓起勇气 尝尝看 我不再是天才 又是运动奇才 还有超强动态势力 我一定可以办到的 她深吸了一口气 看准了时机 向前冲去 哇 耶 我成功了 小雷顺利通过第一把大镰刀了 她好高兴哦 忍不住啊 在原地开心的 跳了一下 然后 可是就在她落地的时候 摔倒了 是机关 对 是机关 但是没有摔倒啦 她是踩到了 不 狗屎 是机关啦 不是狗屎 这边没有狗 如果是屎的话 那是怪兽的屎啦 她踩到机关了啦 完蛋了 她啊 一直要踩下去 紧接着 头上啊 就跟着落下了一个 满是尖刺的大板子 这一些刺 马上就要落在小雷的头上了 好刺激 不是 你要说救命 救命啊 小心 说是迟 那是快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流言阿公 扑到了小雷的身上 把他一把爆开 不但躲过了 从天而降的尖刺 也跳过了好几把的大镰刀 太危险了 小雷 就差那么一点 你就要没命了啊 阿公 谢谢你救了我 我真的好害怕哦 可是我一想到阿平和阿剑 我就觉得不能放弃 我一定要找到他们才行 呜呜 他哭 哭 他刚刚是哭啊 哭 好了好了 好孩子 你别哭了 有阿公在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从现在开始 你要紧紧的跟在我身边 走吧 留言阿公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要带你去猎狐 猎狐哦 猎老虎 留言阿公带着小雷 在地下密道里小心地前进 阿公不愧是世界排名第七的冒险家 经验老道的他 常常走一走就停下来听听看 有莫怪兽的声音 或者是在墙壁上的东岸西岸的 寻找可能的机关或暗门 阿公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机关呢 这个山洞应该不是普通的 野兽住的地方吧 没错 我猜想 这里应该是当年的东印度公司 藏宝藏的地方 为了怕外人闯进来 偷走他们的财宝 所以才会设下这些陷阱 等等 阿公突然举起手 做事叫小雷停下脚步 接着 他把耳朵贴上了山壁上 仔细地聆听 我好像听到对面有人的声音 嗯 这里应该会有机关才对 哦 找到了 阿公在墙上摸了一阵子之后 果然在一块十块的后面 找到了按钮耶 他伸手一按 轰的一声声响 这扇山壁竟然动了起来 原来 他并不是真的山壁 而是一扇被卫装成石壁的暗门 小雷 接下来一定要保持安静和警觉 老虎怪兽可能就埋伏在这附近 随时会袭击我们 如果有任何的危险 记得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逃跑哦 我知道了 我真会打跑了 他们一老一小 顺着走道往前走 没过多久 就看见前面 连接着一间密室 杂乱的密室里 放着一个被布遮盖着的大铁笼 隐隐约约 可以听到里面传来了 小孩子的哭声耶 是阿平和阿剑 虽然觉得此刻的宁静 充满着更多的诡谀和不安 可是阿平和阿剑就在眼前了 就算真的是怪兽设下的陷阱 他们也得往前闯啊 于是 阿公和小雷慢慢地 往铁笼子的方向移动 走到了笼子前 阿公掀起了盖住笼子的布 里面真的是抱在一起 正在哭泣的阿平和阿剑 阿公 小雷 你们来救我们了 太好了 就在阿剑痛哭出声的这一刻 房间的另一头也传来了恐怖的低吼声 那是 巨虎怪兽 巨兽朝小雷扑了过来 好坏哦 他赤子挑软地吃 他先欺负 比较没有抵抗力的 他先扑小朋友耶 好险伸手矫健的 流言阿公立刻伸出手去 他先用力地推开小雷 然后朝怪兽冲了过去 他用他的无影手 使出了一记手刀 精准无误地 击打在了老虎的喉咙上 老虎怪兽吃懂得大吼 但他也同时被阿公给激怒了 他放弃去追小雷 转过来朝阿公使出了一记 力爪攻击 不过阿公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先是灵巧地 避开了老虎的爪子 接着向上一要 在空中做了一个 360度回旋躯体 打风车之后 大喝一声 跳水导弹 阿公你要导弹吗 不是那个调皮导弹 是武器啦 那个飞弹导弹 就是很准的那叫导弹 阿公使出了跳水导弹 阿公的身体 像是装上了驱动引擎一样 由上而下 向着怪兽暴冲了过来 他一拳狠狠地 就往虎头上敲下去 老虎被打趴在了地上 但却没有停止挣扎哦 他右手腕向后一拐 准准的就砸在了阿公的脸上 把阿公碰飞了好几公尺远 阿公 小妹 正常一点的叫啦 快点叫一声 阿公 对啊 看到阿公吃痛的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哎呦好可怕哦 怪兽现在又往阿公的身上扑过去了耶 怪兽张开了大嘴 打算要一口咬死流言阿公 危险 好在 阿公抬起了左手臂 卡在了老虎的嘴里 只见老虎的尖牙 就这样刺穿了阿公手臂上的肉 鲜血扑扑扑地流下来了 快老虎 你不准欺负我阿公 这一个有台湾国语的小雷啊 他太生气了啊 他的怒气就为他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哦 看到地上正好有一颗跟棒球一样大小的石头 小雷立刻弯腰捡了起来 然后跳到了身后的一个木头箱子上 瞄准好老虎之后 抬脚 举手 用力投出 正中目标 K-O 小雷的石球 用石速150的球速 直直地击中了老虎怪兽的头 老虎哀鸣了一声之后 身体一软 瘫倒在了阿公的身上 那你们猜小雷他们最后有没有逃出虎口呢 应该有吧 毕竟我是个天才 你是天才什么 投手 天才投手哦 还有我的北斗神拳呢 北斗神拳不是这个故事 不是这个漫画 是另外一个漫画的 神拳 神拳 不管怎么样 究竟最后的结局如何呢 就要请小朋友透过阅读 自己来找答案咯 而且这本 X寻宝探险队 台湾特辑 猛虎魔球的最后 还会有一个小彩蛋哦 是在写 小雷长大之后 遇到了小航的过程 小航就是X寻宝探险队的 小男主角嘛 对不对 所以有兴趣的小朋友 可以参考本集节目的资讯栏 或者是我们家的 睡前故事FB粉专哦 寻宝任务结束了 下一集 我们又会带给大家 什么有趣又好听的故事呢 拜拜 对 我们下星期见 拜拜 陪我在梦里飞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